新朝记录器拍下轿车开在内线车道 一路畅通 下一秒令人惊呆 前方货车突然失控 整个往左边冲过去 整辆车撞上分隔道 接着连接车连续翻滚 甚至冲到对象车道 车内驾驶吓到说不出话 你有没有本案 你没事吧 连接车爆胎失控 在国道疯狂翻滚 对象车道一样也遭殃 货车打滑连翻好几圈 分隔道全碎 轮轴直接喷飞往后砸 好险后方车辆快速右闪 幸运躲过轮轴攻击 最后货车直接躺在对象车道 好险最后驾驶只有轻伤 而这起台17线大货车对撞惊魂 就没这么幸运了 货车过马路突然另一辆大车 速度超快逆向冲过来 两台大车车头猛烈对撞 逆向物流车司机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3号下午3点左右在台17方辽路段 四辆车正常执行 物流车却直接逆向前进 完全没有刹车 两辆大车猛烈对撞 被撞了四辆车司机惊魂未定 好险只有轻伤 而逆向物流车司机抢救不治 周末假日车流大 国道翻滚撞击 状况也很多 记者赖冠章 张初华 林荣台南评论报道 林荣台南评论报道